贵人的路子真的太野了 前两天啊 我带一个01年的小姑娘去参加饭局 在场的人她一个都不认识 上来几句话 就把所有大佬都拿下了 当场就签了两个大单 我做了十多年的生意 就没见过这么容易签单的 我就特别纳闷啊 回去以后我就琢磨 我发现她的自我介绍 真的是暗藏玄机 短短几句话 把对方的心里拿捏得死死的 我要是有她这两下子 早就贵人一大把了 真的啊 无论你是结识新朋友 还是求人办事 哪怕是死记硬背 也得把她这套学会 关键时候能帮你大忙 是这么回事啊 我跟这个姑娘认识的时间也不长 但是几乎每周 她都会过来跟我见一面 我一开始没在意啊 就觉得这姑娘 跟其他的推销不太一样 但是过了半年以后 我才知道 公司是她自己开的 员工不多 但是业绩很好 每次呢 也不说让我买产品 就说川姐 你说我认识的人里面 人脉最广的 你能不能帮我引荐引荐 反正说了好多次吧 我一想业务也不冲突嘛 就答应她了 正好当天有一个饭局 我就带她一起去了 那天呢 是有几个大佬 然后还有我们合作公司的几个人 她一个都不认识 一进屋呢 我就先给她介绍大佬 本来我还担心 她一上来怯场什么的啊 还给她安了一个 我亲戚家孩子的身份 结果她是这么说的 领导您好 非常荣幸认识您 我是谁谁谁 做什么行业的 现在呢 有一家小公司 简单明了的 让人对她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但是大佬愿意跟你结识 并且记住你 我们公司呢虽然成立不久 但是目前来看 每个季度的业绩都在增长 明年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本地的头部了 别的不敢说啊 领导以后有能用得着我的地方 让川姐招呼我一声 我一定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 大佬听完了以后乐的呀 你想啊 平时结交她的人都会怎么说 我们这小家小业的 跟您没法比 以后您多多提携 那大佬会怎么想 凭啥呀 我挺忙的 哪有空搭理你啊 但是你看她说的是什么 我呢 做得很不错 啥也不缺 而且还能为您所用 让大佬看到你可靠优秀 而且呢 未来很有价值 你说她怎么会不愿意认识你呢 接下来呢 就是合作公司的人 她这一套真的太绝了 既捧了我 又展示了她的能力 开头呢 肯定还是名字 行业跟职位 重点来了啊 她说我呀 就是川姐的小跟班 然后呢 免不了替她来跑腿 跟你们来做对接 我这人呢 没有别的优点 就是擅长沟通协调 以及处理售后问题 相信咱们以后呀 也能合作得很好 你看啊 吃水不忘挖井人 把我这个介绍人捧高了 同时呢 也体现出了 我跟她的关系很亲密 一般人啊 都不喜欢做沟通协调的工作 也都很讨厌帮别人擦屁股 她呢 把别人讨厌的事 说成自己喜欢的事 谁会不喜欢这样的人呢 最让我刮目相看的 是她竟然跟在场的两个小助理 也一一做了自我介绍 她把姿态放得特别低 也就是 我啥也不如您 我多跟您学习 您多多包涵 一开始我就没搞懂啊 因为在我们看来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事 助理们几个月就会被换掉 这多正常啊 干嘛要在他们身上费心思呢 听她说完了原因啊 我真的觉得 我之前啊 浪费了多少次好机会 她说 这些助理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谁都说不准 那在她现在还没有成就的时候 所有人都无视她 我只要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跟她打个招呼 你说她会不会记住我呢 而我什么都没有付出呀 哪怕说未来没有交集 但是至少提到我这个人 她总不至于说一句坏话吧 没错呀 不如你的人 肯定是更需要得到尊重 明知道你这么优秀 却还跟他这么谦逊 日积月累下来 你这美名 口碑不就堆积起来了吗 在比你优秀的人面前 不卑不亢 努力向上 在同级眼中 你热情 积极 有担当 在不如你的人眼中 低调 谦逊 有能力 有格局 你说这样的人 他身边会缺贵人吗